大家常说,iPad是满前生产力,满后爱奇艺 但当你将高价入手的iPad用来忍受IU腾的广告轰炸 会员专属正版三件和超低马力画质实在是太浪费了 为什么不将你手中的iPad打造成一个网费专属播放器 解锁它的120已应使用体验呢 选择用iPad来看网费的理由有很多 原先的中文件面,字幕支持 比起iPhone来说,数倍的光阴尺寸 来自苹果顶级素质的屏幕 可以说,iPad是你平时想放松一下 来看网费最好的移动设备之一 支持1080P高码率观影 如果你是iPad的朋友用户 那么甚至可以在上面享受原生HDR影片 配合iPad的立体扬声器和网费的空间音频功能 观影体验不知道要高于IU腾多少倍 大家好,这里是银河录像局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iPad看网费攻略 广尼节奏手中iPad的完整影音使用体验 逃出你盖完泡面的iPad打开你的苹果产电 登录一个歪区账号,搜索网费,点击下载 第一次登录时需要输入账号密码 由于网费单独订阅的话价格偏高 能看4K登录的套餐每月够到20美元 所以这里我更推荐你购买家庭合租账号 每月仅需25元 这也是网费支持家庭策略 如果你准备每月花25元在流媒体观影上 你会选择网费,而是iU腾的 购买完之后,你会得到账号,密码和抽位号 抽位号也就在这个家庭组中你个人使用的账号 所有账号,观影历史,记录都是独立的 并不用担心会和别人混淆 打开网费输入账号密码 如果在首次登录时显示密码错误 那么极大可能是你处于网费的运营区之外 这里推荐你使用网费的测速网站 不仅可以查看你当前的网速 也可以查看你是否位于网费的服务区之外 在第一次登录网费时 由于大家使用习惯不同 所以很有可能是日语,英语,西班牙语 等各种软七八糟的语言 这里你可以根据我的步骤 先将网费设置为中文 点击右上角你的头像 再点击右上角的小字 五个头像都会进入显示编辑的铅笔状图标 点击属于你头像的座位号 进入个人资料编辑界面 点击第三行 有折布A的图标 在这里你就可以选择网费的系统语言 下达找到中文 点击左上角的小电头返回 点击头上右上角的小字保存 即可来到中文界面 我们回到你的个人资料编辑界面 在这里你不仅可以为自己更换一个网费专属头像 从黑镜当怪奇武语 网费专属IP下的头像应有尽有 你还可以调整你的年龄分级和字母语言 如果你遇到在网费就是搜索不到哪部影片 或者小调整字母语言 别看别学习外语 那么就可以在这里设置 接下来再简单讲APP设置 来到主界面 下方点击更多 点击APP设置 这里推荐在下载内容的视频画质中 打开较高的选项 能有更好的观音体验 而是否仅限WiFi下载 就可以根据你的流量情况自己选择 在智能下载的选项中 推荐关闭下载下一集和为您下载 前者很容易将你的资源库打乱 后者则是随机根据你的喜好 为你下载网费里的内容 都属于没大用的功能 调整完这些设置后 我们就可以在网费观影了 这里有教大家一些 在iPad上的网费使用攻略 在主角最双方图标 分别是网费的主页 节目 也就是电视剧 电影 最近新增和我的列表 在右侧分别是投影到电视 搜索和个人资料 当你点击节目进入直接面时 在上方可以选择你想要查看电视剧类型 你是更喜欢动漫 或者是犯罪 点击左上角网费图标 回到主界面 点击一部想观看的影片 在第一行会显示这个聚集和你的匹配度 聚集的推出时间 聚集情况 和支持的播放参数 可能有很多人对于网费的匹配度是什么 还不了解 简单来说 这是网费舍弃的用户评分机制 推出的按照个人喜好的匹配度机制 根据你的观影历史 喜好 网费会根据你的匹配度为你推荐影片 从根本上杜绝了 大众喜好的电影 但是你不喜欢这种情况 在下方的图标分别是播放 下载 在最下方的选项中 你可以选择这样一部影片加入我的列表 也就是稍后观看 评分也就是调教你的网费推荐算法 让网费推荐更多类似的影片 视频的最后部分 为大家介绍一下网费的游戏功能 目前这项功能 只能在手机和B版设备上使用 登录你的网费账号 下达影视列表选项 你会发现 中间插了一行游戏列表 这里就是网费会员支持的游戏列表 没错 网费其实还是个游戏厂商 但目前这个游戏列表 只支持50多款游戏 我稍微为大家查看试完了一下 其中好玩的第三方作品 有灵魂旅人 夜情人 新政之志 忍者神规 肯塔吉林航公路等 最后在手机上 偶偶打发的单机独立游戏来说 都是属于质量上层的 网费IP的衍生独占游戏 也有怪奇物语 王拳三狗等作品 甚至还有一双联盟的海克斯炸还天 玉玉币的勇敢的心 是世界大战的衍生作 勇敢的心 归香 如果你有哪款游戏感兴趣 那么直接点击获取游戏 就会转挑至你的App Store 点击下载就可以游玩 随时我可以不玩 但你也有 我就要知道的项目 在追翻看 就偶尔疲惫之时 来上机把手游放松一下 也是不错的选择 好了 本集关于iPad如何扣网费的使用攻略 到这里就要是结束了 相信看完这期视频后 就能解锁你手中iPad的强大影音功能了 如果你还有更多关于网费的问题 都欢迎在评论局或者私信留言 这里是鲁路上局